自強隧道開始實施 區間測速未來從進入隧道內開始計時 到離開隧道的時候 必須大於49.26秒 否則將收到罰單 車潮汹涌的自強隧道 過去發生不少意外 尤其去年富少在隧道內狂飆 撞上工程車 造成兩個家庭破碎 令人印象深刻 隧道內筆直的路線 常讓民眾忘了限速兩個字 但眼間網友早就發現 隧道內似乎裝上了照相機 我們實際來到自強隧道 發現警方已經加裝上了照相機 同個方向總共有三支 不過警方解釋 這並不是用來開單的 而是只是用來偵測用的 真正實施區間測速的照相機 工程員還在加裝當中 全長共821公尺的自強隧道 假設從士林入口進入 大直出口出來 行駛時間處於距離 如果時速40公里 就必須行駛73.89秒 限速如果是60公里 就是49.26秒 一旦超過限速將開罰 1200到2400 超過60公里 涉及危險駕駛 開罰6000元到2400 目前設備正在監視當中 預計我們六月會完成驗收 而過去在不同地點實施區間測速 成效良好 包含去年七月開始的萬里隧道 以及今年四月實施的北宜公路 預計台北自強隧道將在九月上路 未來不排除新海隧道也會跟進 讓民眾行駛時更加安全 記者高下王千玲 台北報導 到